南大冠建权副道团在大型各种办理神龙教育营食 由在地的成龙吴宗泽、杨亚菲丹林收货的甘肃 透过的清金在地农业的身体状况 以及用用冬季的实材,製造美食的体验 期待过后的教育等会好好料好 可以把本出的营食所谓,用用在九核 这个叫珍珠菜,珍珠叶 然后它也叫客家香菜,因为它们都很多名字 然后大家每次看到这个菜都知道怎么处理 拜祢桌上很多种的鸭菜 很多人都不知道要怎么吃,也不知道要怎么煮 江苏特别中含风炒、参金菜 还有俗称客家香菜的鸭菜 用液滴酥是蒸饺当中 虽然这些鸭菜都有一点切的味道 不过吃起来很重的味道 那我在切野菜的时候觉得 野菜其实它有一种的腥臭味 就是很浓,但是经过老师的指导 把它切碎,然后再拌入了香油之后 还有跟其他食材融合之后 我发现它变得非常的美味 会利用在地这些野菜去入大家平常会吃的一些日常料理 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示范就是煎饺 那你平常如果有时候夏天煮一个麦 野菜桌也其实对身体跟它的营养分都其实都很均衡 这次的建设库定 特别邀请在地参景10年的团队 鼓励合作社的一篇店 来给大家分享合作社 让人民可以找回早期农村合作合作的精神 也为人民创作出主要的品牌 希望让大家更加了解食农教育的精神 那就是我们希望说鼓励合作社在地方上呢 一直希望可以强调的是 透过合作的方式让食农教育人能够在地方上落地生根 是为了让我们的健康教育的老师能做一个真能 也可以带动我们的非专门的老师 可以来看所有的这样的演习 那又可以推广我们在地的一个食农教育 南道观国教辅导船表示 这把的演习是集中结合理论和实际的学习体验 让参加高定的老师透过的亲手的操作 来加秦时龙教育的精神 其台国校的老师等到学校了后 可以将演习的成功 运用并且落实在高等的教学面堂 记者欢迎观察方报导